各位学员大家晚上好 这个今天晚上讲第21讲柜子法二 本书内容是 郑千安卢主治医学讲书第二期第21讲柜子法二 书中内容参照427页到430页 我们讲的内容从书中已经做了浓缩 所以大家有些内容可以参照书上内容 我们把它内容浓缩了 并进行了一些新的组合 这也是方便大家学习 方便大家学习 所以说今天晚上内容可能多一点 我今天讲稍微快一点 每一张每一个法我们讲一味要 因为要很多啊 我们就是借助这种思路 来把我们的内容逐渐讲完 今天晚上讲第六个内容 就是第六个法叫柜子法二的去谈之法 全名叫去谈结重楼之法 重楼是什么呢 重楼就是我们说的 重楼是什么呢 重楼就是我们说的咽喉布 这是道家的术语啊 道家认为人体的重楼 就像我们的肋骨是一样 我们的胸阔 我们的肋骨就相当于我们什么楼台是一样 所以重楼就是指的我们的胸阔 胸阔以上我们的什么内容啊 胸阔以上的肋骨 肋骨就类似于我们的楼阁一样 一层一层的 所以道家叫重楼啊 叫重楼 所以这个内容是指的道家的书语啊 节重楼之法 也就是我们通俗的话讲叫节去谈之法 归之毛柱山楂肉 枝干草生姜阴阳祸 酌情用啊 也就是说当这个人 为什么要毛柱阴阳祸 我们要酌情用呢 什么道理呢 就是说我们这种情况下 如果这个人局部有汗 比如说脖子局部有汗 但是全身无汗 所以这样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什么矛盾应用 就是说全身没有汗 局部有汗 为什么局部有汗呢 局部的经络堵了 杨家音在这局部折腾才有汗 但全身都没有汗 所以我们叫矛盾处理法 我们知道有汗的 我们是白柱家阴阳 或无汗的毛柱家陈皮 但这种组合呢 叫矛盾处理法 这就是说我们当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做矛盾处理 也可以做矛盾处理 所以说这种方法 我们看看加什么药啊 石昌普 石昌普这个药 法班下加福神 实际上就是一个 这套组合 也就是说在规制法 这种处方里边 才是一种真正的 叫规制法 规制法在这里边 解决什么问题呢 解决切面表证规制法 同时呢又有痰 比如偶尔咳嗽啊 咽喉有痰呢 等等这些症状 所以说这就叫 我们要去痰了 加哪句味药啊 比如说加石昌普 法班下 父神再味药呢 主要有去痰作用 痰呢我们知道 都叫咽喉部 这就是说道家说的重楼 就这种意思 道家称十二楼重楼之地 称之为去痰 结重楼之法 简称去痰之法啊 所以说本法 重在开表化痰 就是开表嘛 有表邪 有寒气 所以说我们会在 这种情况下 用上 用这种方法 来解决表证 同时来解决咽后有痰 比如说我们又感冒了 我们感冒之后呢 偶尔会咳嗽一下 有一点少量的痰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法 同时呢 你感觉头部可能有汗 但身上没有汗 这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在这个方法中 可以做矛盾处理啊 矛盾处理 矛盾处理就告诉我们 要解决一些问题 并非单一的思维 虽然说我们这无汗的 用仓柱 有汗的用白柱 但有时间我们也会出现 矛盾情况 这就是矛盾处理 这种方法可以治疗 偶尔咳嗽一声啊 或者哮喘呢 都是可以用的 如果麦腐锦 或者幼村麦腐锦 或者肩滑进的都可以用 咳痰那不利 我们都是可以用的 我们看看 我们讲一讲石昌谱啊 重点讲石昌谱 石昌谱呢 是生在水边的一种植物 这种植物呢 生于水石之中 在水石间 有水泡的 所以说呢 气味新温 有什么 水是寒凉的 所以说在水中生长 一定是温性 通心翘 为什么叫通心翘呢 生于水底的碎石之中 割水能通 无翘为尔为有翘 自接天地 自接天 也不连为连 什么意思呢 告诉我们 它在水石地下生长 而不需要积土 在水中生长 借石又往下生长 所以说 你看着没有联系 它是有联系的 就这种意思啊 没有翘 但是可以通翘 况且生多 不生的话 它不能往上长 其叶子呢 煎如煎 以透达上礁为主 说这个药 你看着水边 那长着像一个煎一样 垂直上去了 所以说 有大重楼作用 翘嘛 药塞之地 入水底引为阳 其生长在水中 努力上停 才能生长 因而从水底向上升 为阳气而 所以只有阳气 才能向上生长 所以有痰 我们知道喉咙用痰 我们的器官 会要想办法的 推出去 怎么推出去呢 就是依靠咳嗽 咳嗽 咳嗽 怎么是咳嗽呢 咳嗽是我们知道 咳嗽吐痰 是靠我们肺部的 气管的鲜毛的摆动 那我们想一想 摆动是向外摆动 那你我们这个 那时尚部呢 有一种从下往上推的力量 你想是不是 这叫顺势而为 把我们肺部的痰 我们肺的 分泌物 让它排出去 我们肺部的气道 清亮了 咳嗽就会好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 它有这种作用 嗯 我们再看看 第七个之法 叫去肺寒之法 又名 去肺寒 助肺气之法 这都是全名 我们用的 简要的应用 是方便我们记忆啊 这种处方 我们看看 与上人处方呢 又不一样了 上人处方呢 我们用的什么 用的是 白柱加什么 是用的仓柱 加仙灵皮 那这一枕呢 我们看看用的什么 用的阴阳货 加什么呀 加供珠 供珠就是白柱 那就白柱加阴阳货呢 什么道理 就相当于我们用的 桂枝法证了 那就是说叫规之汤症 叫规之汤法 也叫 所以有汗用供珠 无汗用仓珠 这个 这种一枕 我们就说 病人有汗 又有感觉肺部 也有咳嗽 但是呢 咳嗽的方法不太一样 你看看啊 也是咳嗽 但谈不多 有可能是干咳 所以这一张处方 就是说 我们通过白柱加阴阳货 怎么样 往下引 往下引 同时呢 石昌普呢 这个药 还是往上挺 同时呢 我们看法办下这个药 怎么样啊 是往下来的 将益气 花痰灼 那就是说 通过法办下与石昌普 这一对药 来解决什么问题呢 来解决人的呼吸通畅问题 我们知道呼吸 是一升一降 呼吸 呼吸就是升降的问题啊 就升降问题 那这两位药呢 就是解决什么 升降问题 如果肺部 我们因为受寒之后 血气不能出来 我们第一 要吸进去 第二 要吐出来 我们肺部的寒气 血的呼吸作用 才能够 才能够怎么样 才能够出来 所以这里边有三味药 就是石昌普法下 杀人这三味药 组成叫去肺寒之法 那你说杀人呢 杀人这个药 类似于花生 开花再上 结果再下 所以说它是又上又下 正好符合我们肺的呼吸 宣发速降 这种功能啊 但凡临床上感冒之后 酒咳不欲 或者偶尔咳嗽 肺脉沉紧质 肺气弱 或咳或不咳 均饮用止 肺寒的肺气不足也 肺气不足 足以不时宜 使寒出去 所以气疗肺寒之后 自然肺就宣素了 其气就能够正常了 该法成为 去肺寒 诸肺气之法 我们切脉 尘取 如果有景象 就是用这种方法 有咳或者没有咳 都是可以用的啊 都是可以用的 我们这里在讲用要什么 刚才讲了 石昌普 现在讲法官下 法官下呢 叫办下 当下办 下之办 什么意思 当下之这一半的时候 这个植物突然就死了 就是到了它收长 收藏的季节了 就是说到了下半之时 那就这个植物 等于说要收成了 所以说它 半下半下 到了下半的时候 它自然 就是停止了生长 所以说它又气味 心温而裂 心温成为裂 而且这个半下的繁殖力 非常强 只要环境适当 就可以生长繁殖 当周围环境恶劣时 其他就是地上部分 迅速呢 自我死掉 而保留地下根茎 以度过困难期 说这也是人逃避 死亡的一种方法 踩入入夏至之半 就是夏至 之半的时候 开始收藏 就是提前 把阳气 因为我们知道夏至 是阳气最旺盛的时候 它一收藏呢 可以把阳气收了下来 把浮阳收入体内 极有引阳入阴作用 所以说它能降气 也是这作用 法治呢 就是一种通过繁 石灰水等来泡制 来半下 减少它的辛辣质性 滑孕辛辣质性 通过泡制 但是泡制过头的 作用也弱了 所以说我提倡大家用清半下 用水泡一泡就行了 减少了毒性 所以说这种 这个药呢 整体上是往下降的 与上一位我们讲的一位药 是往上升的 正好一升一降 符合肺的宣发 速降 这就是抚养医学 来用药的奥表 杀人呢 既上又下 来助呼吸 那呼吸通畅了 寒气就可以去掉了 就是这种道理 我们看看第八个法 皆未尝之法 龟枝 白肚 南山渣 西干草 生姜 大麦芽 你看这里边 就没有用新凉 都没有用什么 没有用阴阳货 也就阴阳货 可以活用啊 如果这个病人 有点汗 但是汗也不太多 我们就可以不加阴阳货了 那就是说用白肚 就行了一味药 这就是说可以去掉 阴阳货 加大麦芽呢 我们上一节讲了 叫建中之法 我们这一阵 只用节未尝 比如夏天 这个季节 我们胃不舒服 上土下泻 拉肚子了 都是可以用的 什么药啊 五灵纸 加官柜 官柜就是肉柜 肉柜有很多名字 不同产地 有不同的企业 有不同的出产地 选择了不同的方法 但是通称味肉柜 有上肉柜 起边柜 什么后柜 油肉柜 有母柜 等等 大概有一二十种名字 但是都是通称味肉柜 郑农学 复养医学的 结未尝之法 是在柜之法的组成基础上 加大麦芽 胡灵之官柜 或者加胡灵 而成 本法用于胃肠道 吃的不干净 或者受凉了 导致胃胀 胃疼 脉紧致 去提法 去污桌 也就是胃肠的 垃圾不能 正常的东西不能吸收 就成为了垃圾 来帮助人消化 换肠胃 增加肠胃的消化蠕动 用五灵脂的情况下 一般要用肤片 为什么 当寒症重的情况下 不用肤片 我们的五灵脂 海飘销 柜枝 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你看这里边 实际上这一枕 处方里边 是用了两柜 你看了没有 上面开表的什么 开表的是什么 开表的是 柜枝 命门火呢 是入柜 我们看看 这场处方等于说 上下给火 上边注什么 注新火 下边呢 注命门之火 证明我们胃肠道不舒服 是上下火都有问题了 所以说 五灵脂海飘销 五灵脂 在这里解决什么 肠胃的消化不良问题 所以说宽肠 就是增加肠胃的蠕动 什么会动啊 只有热才会动 所以说有些人加肤片 效果更好 于肤灵呢 化石 有的舌材比较厚的 都可以用的啊 就是我们吃了 不经济的食物 或者受凉了 都会出现胃肠炎 下修季节 非常多 重点要解 解一下五灵脂 五灵脂呢 是一种 是一种鼠类 这种鼠类呢 就是说它会飞 所以说夏天呢 它有羽毛 冬天呢 它如鸟 再就是说 按照 复养医学的相医学 夏天如鸟呢 它如鲤 冬天呢 它又如什么 又鸟除了 又成这种动物类了 所以说它是 坎离 阴阳水火之变化 所以它的粪便呢 壮如凝脂而 丁首五行之气 其合色如铁 其气造秀 乌尔景清香 甘酒 土味 其树为武 故为古灵脂 就是说 我们的古人 把它取了个好名字 我们其实简单理解 叫什么 一肠道的垃圾 来至肠道的垃圾 也叫铜器相求 我们这样理解 就比较好了 有这种鸟呢 是水火交织之相 就是说夏天有夏天相 冬天有冬天相 是两种相 它不相有的鸟 一年四季 就是风毛欲满 它这样 有时间像鼠 有时间像鸟 像鸟的是夏天 像鼠的是冬天 要休眠了 所以说它 是有水火 砍离水火的变化 所以它的粪便 也有特殊的情况 我们的古人 把它取了个名字 叫武灵脂 非常好的名字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铜器相求 同时呢 沃尔辛弃平 分水土之欲 其居于土中 凝界如指 受五行灵气而成 五行温化的 诸一可解 也就是水 是什么 是黑颜色 土呢 是五行之中焦 行 位于之凝 凝至如 淤至 借中土 运化 下行 着降 轻生 其欲解 实际上还是铜器相求 来推达 魏肠中的垃圾 是它顺利的往下化解 水降 欲开而腾止 所以说 垃圾降下来了 你看它怎么降呢 黑色归肾 其秀 约恶肾未也 从下而行 水降也 浊降 而轻自生 欲之得解 其腾自己也 所以说 它这个因为 黑颜色 是要往下降的 从土中往下降 等于说土种水 土能治水 得贵之 弗灵 化气行水 这是通阳化气之功 立格通幼 五灵指之效 所以说 它的很多作用 是相互配合的 凡在腥味之间 贵之通心 五灵指走位 浮灵 行二者之间 以此引导 上开下孕 中行 联之联合作用 你看 浮阳医学 不仅仅有单要作用 同时有 有同位的 一些相 这些作用相互的配合 是我们 抚养医学里的核心内容 比如干草 干浆同用 心脾双调 干浆助离火 干草助土 火鸣运化性 五灵指 兼二油疗效 得以加强 所以我们知道 这些药物相互配合作用 它会加强 第九个 去邪综合法 也叫贵之综合法 贵之 供出山楂肉 只按照生姜 蕴阳或酌性用 汗多了 可以用 汗不多 微微有汗 那就说我们可以不用 你看 施畅部法下杀人 又加了 福神 这与前面的药 有什么区别吗 等于说我们的去非寒之法 去痰之法 也是这样的组合 这就是我们是一个 去邪综合法 感冒之后 如果我们说 很多人一到感冒之后 留一声 半天 可以声 或者是 感觉出气都是凉的 一侧阴阳数据 肺的数值比较高 那就肺有寒气了 所以说你肩背部不舒服 也都是有寒气的 表现 我们就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贵之供猪 白猪的意思 山楂肉 一般用南山楂 北山楂呢 这个肉端比较和 比较小 酸性比较大 相对来讲 对于有胃酸的人 会影响 没有胃酸的人 我们也可以考虑 用北山楂 北山楂 如果大家觉得它挺酸了 我们可以用 炒北山楂 或者焦北山楂 可以减少它的酸性 也可以啊 枝干草 我们说肠也不舒服 情况下 胃胀 枝干草 一定要怎么样 要小量用 啊 枝干草 有胸质中功作用啊 枝干草 拥堵啊 有拥堵作用 拥堵中功作用 所以说当病人舌胎后 或者是胃胀的情况下 枝干草 要量要减少啊 我们一般喜欢用五克 或者六克 量要少啊 量要减少 所以我们不能都均匀用15克 我们要根据情况 舌胎后 胃胀的人 或者脚肿的人 量要小 或者厚重胎 胎要别厚的人 食欲又不好 肚子又胀的人 也可以不用 这就是我们抚养医学 运药是非常灵活的 这人准备到贵制综合法 也就是我们感冒之后 总是这儿不舒服 哪儿不舒服 有那半天咳嗽一声 没精神 这都是可以用的 贵制综合法 是在去肺寒 去肺 去痰痴基础上的 一种综合运用 本法主要用以外感卫浴 即风寒外邪将紧 但脉还紧 均可使用 如果随正加味 疗效更好 比如说乏力了 恰当身 你要觉得 鞋没透完 它的精油不足 我们可以加个鹿角片 15克 这样来注意 要正气 可能好得更快 重点要解 杀人 我们知道杀人 有外来品 一国产品 外来品 我们叫吸杀人 从西域过来的 吸杀人 本国产的 广东产的叫杨春沙 杨是广东产的 这个吸杀人呢 西方 像我们的西方 像印东西亚等这些国家 他们产的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它处于我们中国的西方 西方呢 属金 金呢主降 所以沙人呢 纳下都要降 同时这一个植物也非常奇怪 上面开花 下面结果 国产的作用呢 也可以用啊 因为它是配药 也无所谓了 水温 新温 耳柔 心肝 化阳 沃尔苦 沃尔苦 又心 心苦 化阴 所以这阴阳 两气都有啊 礼气化阴 新温在行动 启动个肢解 银个化 化精 树精 为什么叫化精 树精 第一个 它上面开花 下面结果 所以经 从下面来 所以说 它由上而下 就是说它的植物是从下往上上的 所以说 这可以说 也可以理解为 后天八卦图 右边 它祖生 那 祖降 左边呢 祖生 由上而下 由肾而出 我们也可以从后天八卦图 这个钥匙入后天八卦图 昆土的降 那就顺着对卦 千卦 它到达 砍卦 又到达更卦 然后又出来了 又可以到 震挂 胸挂 离挂 又到昆土 它可以行走一圈 既上又下 这就是它的形态 与它生长的特性 有直接关系 所以说 这位药 对我们来讲 意义比较重大 这个药用的比较多 在不同的配合 它会产生不同的作用 你看 由内而外 也就是说 由下而上 由外而内 所以说 它既上又下 能使精细 合一五脏 就是把上面的精细 汇聚到下面 然后到大砍水 所以说杀人 说着收缩也 意味杀人密藏一根 竹器能归树一下 下着那也 况且香气能合五脏 所以引药通行诸精 而打五脏 也就是它可以把五脏的精气 收连在下面 以立我们填精 所以说 它精细神赖一柱子 就是说 它把精藏起来 就是我们的补药 我们的正气要让它收回来 邪气要让它出去 我们不能把它 怎么样啊 收到同时 有的人既有外感 但正气有不足 也要需要收敛一下 这样我们就需要用杀人 来住一下 怎么住呢 就是我们既要收一下 同时呢 又防止邪气 收进去 收到底层了 所以它还能把邪气 开出来 所以说精细神 一团和气 杀人去收土 主要归宿丹田 香能窜 能和五脏冲合之际 谷约一团团和 太和之际 经细神皆可住之 说它有这些作用 所以杀人作用很非常多 但是你要记住 他拿气归正 那下又上就行了 它的作用随着配武不同 内容也不同 所以今天晚上主要内容 就讲到这里 下面是互动时间 大部分有什么问题 可以提出来 因为我们的内容 不能讲太多 嗆太多 大家记忆聊 在这个记忆的过程中 会有很多什么 很多困惑 所以我们尽量 把这个药抽得简单一点 这一次应该都 我们都没有讲 都没有讲肉桂 只讲了一味药 让我们每次讲一味药 大家可以去理解 的品材 这下今天 所以 就是